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惑惑为何屡屡离奇消失 眼皮子底下的转账操作到底哪里出了错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之神秘的转账截图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咱们中国这几年的经济飞速发展 科技创新能力不断的增强 生活越来越便捷了 为此网友还总结了一个新次大发明 分别是高铁 网购 移动支付 还有共享单车 这其中移动支付估计大家那是使用率最高的一下了 没现金了 街边买一个红薯 都手机扫码转账 而今天我们这个事情里头这位杭州某公司的这包总 他非常喜欢移动支付 不管是吃饭买东西 甚至说买汽车 都通通全额付款 直接用手机银行转账 你说碰到这么个大老板 哪个销售员听了不想抱紧他的大腿呢 我们这个快递员小刘 他也认识包总 他说在包总身上 他却遇到了一件怪事 原来呢 这小刘是网上商城的这个快递员 给包总送过很多的这个货到付款的包裹 也就是说 小刘把快递送到包总手上 包总验货之后再付款 直接给小刘钱 这有什么问题吗 有 这件事怪就怪在这儿了 每次收货款的时候 小刘都亲眼看着包总 拿这个手机给他转账 还给他出示了银行转账的截图 可是两个月的时间过去之后 小刘不仅一分钱没收着 自己居然还倒贴进去二多万 小刘只是个普通的快递员 送快递 送个自个儿倒贴二十万 这事真是有点蹊跷 小刘说 他也有点想不通 要说你这件事呢 还得回到2018年6月的一天 当时呢 包总第一次使用商城的这个货到付款业务 需要把2.6万元的货款付给快递员小刘 再由小刘转交给商城 包总二话没说 就现场把钱转给小刘了 还贴心的把这银行转账的截图给小刘看了 上面白底黑带 各种信息都写得很清楚 小刘呢 也没有看出有什么异常 不过呢 在这儿得提醒一下 包总的这个转账有一点和咱们平时的不一样 咱们平时在超市买东西 不管是微信支付宝还是电子银行转账 支付完了几乎都是实时到账的 而小刘呢 他本来也是以为到账了 看了一眼那转账截图就跑了 但是完事之后回去拿手机一看 哎 奇怪了 怎么没有那两万六呢 于是他就急匆匆的跑去问包总 妈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说钱没到啊 他说你等一下 那个企业网银 咱个人没有这么快的 包总说这是银行业务的问题 他这个呢 是企业网银 流程稍微复杂点 不像个人网银那么实时到账 哎 等等吧 耐心等等就会有了 虽然小刘并不十分了解银行的业务 但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 那就等等看吧 那么小刘等着了吗 没有 直到晚上 小刘都没有等到包总的货款 这时候小刘就有点急了 因为公司来催款通知了 按照商城的规定 快递员代收的货款必须当天上交 小刘咬咬牙 好 虽然钱还没收着 但我还是先给您垫着吧 那么小刘到底过了几天 才收到那两万多呢 告诉您吧 直到十一天以后 他还没收着 原来啊 当时正值618网购节 每天小刘有大量的包裹要送 他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找包总 但是另一边呢 小刘也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包总总是不断的有新订单到 说明人家也没跑路 比方说第二次 还是小刘给包总送过去的 而且这次订单更贵了 价值6万多块钱 包总呢 这次依旧用手机银行转账 一看呢 这小刘就有点急了 说你还收集银行转账啊 上回的钱我还没收着呢 对此包总是真的解释了 他说之前是财务搞的 他说没搞清楚 他说我自己帮万里搞 那包总这回亲自出马 是不是就没问题了 和上回一样 包总操作完之后 还是给小刘看了一眼 这银行转账的截图 不过这次金额毕竟很大 马足足6万块 过了一会儿之后 小刘一看着头顶都冒汗了 怎么呢 钱还是没到账 而且这回包总又有了新的说辞 包总说企业账户就是这样的 你不知道吗 下午四点半以后 没法转钱 你还是得等等 第二天银行上班了 就会立马把钱打到你账户上 他说的也是说挺好的 熊主拍的正天想 那么第二天一大早 六万块到了吗 小刘抱着手机 几乎一晚上没睡 辗转反侧 好不容易熬着第二天上 银行上班了 但是小刘那次快崩溃了 因为他多等又等 还是没钱来 要知道先后两次 小刘已经帮包总 垫了八万多块钱的货款了 他也没钱呀 小刘说当时为了讨要货款 他还跟公司请了假 专门去找包总 包总这是要耍赖是吧 不至于把这么大一公司在这 而且在小刘的印象当中 包总的确那是个成功人士 有老板的派头 他不像骗子假冒的 那么小刘这八万多块钱 对中要回来了 这件事最让人扼腕 叹息的就在这了 八万多块钱非但没要回来 小刘接下来 竟然又给包总掏了十多万 垫覆了他买东西的货款 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 据小刘回忆 原来在他多次推讨之下 七月中旬包总曾经 给他打了一万块钱 但是小刘想不到的是 尽管财务出了问题 这包总依然在网上买一买一买 小刘也纳闷 为什么你还要买个不停 他说我不是老板 是老板的老婆在管 但是现在老板 这个公司太亏钱了 不想要这公司了 那么就是说 因为财务上还有一点钱 他说那个财务 那个他老板娘先把钱给他套出来 就疯狂了下单 包总告诉小刘 之前在网上下单的是公司的老板娘 先前欠的那些货款 他会帮小刘去要 包总的这个说辞 小刘也不知真假 他觉得只要能把那货款要回来 这就行了 因为我一直想抱着的时候 他能还给我就算了这种心态 但是包总买东西 小刘为什么后来还要替他垫钱 人家一大老板 你只是个小快递员 一说起这个小刘也是欲哭无泪 比如说有一回包总又买了好几万的货 还是货到付款 不过这次包总说不用网银转账了 直接刷他的银行卡 然后呢 这刷卡又遇着麻烦了 刷卡送钱了 收不到钱 好吧 刷卡也不行 货款又没有支付成功 包总呢就提议让小刘先去送货 等送完货了 在这找他拿钱 小刘觉得这样吧也可以 然而等小刘送完货再找包总要钱的时候 没想到又情况出现了 我到了下午台 他人已经走了 然后箱子在 下午台一看 你们货总跟他拿走了 小刘简直都懵了 这都行啊 赶紧联系包总 包总就还是一副信誓旦旦的样子 说有事出去了 承诺第二天一定把钱给他 然后到了第二天 他找包总要钱的时候 那还找得着人 当然不接反省不回 总之吧 小刘说的就是这样 一次次的被包总各种套路 从6月份到8月份 这两月时间 他给包总送了11次货 总共惦记起22万 这些钱大部分是他刷信用卡支付的 信用卡债到息之后 银行天天就想推债啊 要他还钱 告诉他无可奈何 只能去借钱 可小刘的父母在湖北老家务农 大哥在外的打工也没多少积蓄 小刘说到现在为止 他还欠着银行六七万 家里有两个儿子要养 老婆知道了这件事 那是指的鼻子骂他傻呀 老婆参加离婚了 这都就是国家去了 我老婆听说气死了 为了我这个事 还去在工地做小工 走 是啊 小刘也没办法 心想自个儿就是个送快递的 也不知道这是招谁惹谁了 为了把这些债还上 小刘找了包总大半年时间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9年2月的一天 在个写字楼里 终于发现了包总的身影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啊 他立马拨打了报警电话 听出来了 看见警察终于来为他伸张正义 小刘也很激动 一直躲着我 办公室嘛 东南西一般的 找报人 是他啦 对 一直在躲 那下来 稍微等一下 写欠条 看来找包总要钱的 不止小刘一个人 大概五分钟之后 包总终于走出来了 穿了个白衬衫 果然很有点 大老板拍头了的样子 可是对于小刘的指控 包总是一口否定 包总不但对小刘的态度强硬 带回对公安局接受进入审查的时候 那也是一副你奈我何的模样 带到公安机关之后 他也是一直变成 这是一种经济纠纷 不是案件 不是我们公安机关关下的 我们纯属民事纠纷 并不是说 我拿着这些东西 我来欺骗你 我没有去欺骗你 为什么不是欺骗呢 包总这就解释了 他收到货物 的确给小刘转了账 而且那些银行转账记录的截图 的确也是真的 包总还表示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如果他没付钱 小刘怎么可能会把货给他呢 如果说钱没收到 他们也不可能给你货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我不知道 他所谓的钱收没收到 听到这些话 小刘差点没一口老血喷出来 但轻巧的是 您知道怎么了吗 对包总说的这个转账截图 警方还真看过 发现那截图确实是真的 也就是说包总的确是 给小刘转过钱 那为什么这边转过钱 那边小刘却说没收到货 他们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别在杀伙 这一切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跟您回到传奇故事 我们的节目目前正在手机家序台上同步播出 您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客户端 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快递员小刘说呀 自己为一家科技公司的老板包总 垫付了高达22万元的货款 包总那边呢 多次用银行转账截图作为证据 证明自己已经转了钱给小刘 可是小刘呢 他却说一分钱都没收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正当警方决定进一步调查的时候 派出所又来了男男女女好几个人 他们正好也是来找包总的 正是他们的出现 揭开了包总神秘的面杀 我们先来说这位黄小姐 她是一家汽车4S店的销售 而且呢 她也曾像小刘一样 认定包总是个大老板 被她的派头震撼过 那是2018年4月的一天 包总带着朋友一块到黄小姐的店 去看车 并且声称要购买其中的两辆车 总价60多万 他跟他朋友讲说 这个车买来给他开 然后我还觉得这个老板做得挺大 买两辆 自个儿一辆 朋友一辆 这是什么神仙朋友 光听听都让人羡慕 而且包总转账的那个姿势 一如既往的潇洒利落 60多万 包总要一次性全款复兴 这就是黄小姐眼中的包总 大方有魄力 而在第二位来派出所的人里头 李经理眼中 包总还有其他的优点 那就是热情好客 那这李经理呢 是包总经常消费的一家饭店的工作人员 据她说呢 包总十分懂得享受 而且经常呼喷一半的在他们饭店里的旧餐 并且对朋友也很大方 因为包总是这家饭店的常客 而且消费又比较高 就拥有了这个签单权 那就是每次吃完饭不用结账 只需要签个字 隔断时间算一次总账就行了 截止到最后一次消费 包总已经在这家饭店 有十几接近二十万的这个账招了 在李经理眼中 包总呢 就是得罪不起的大财神爷 包总真的是太有钱了 能多有钱呢 三号人物 彩票店的陈老板 可以证明 你见过有人买彩票 一口气买二十万 一张彩票两个钱 包总在不到一月的时间里 买了二十万 独以看出包总的豪爽啊 陈老板就说 包总的绝对是他店里的 妥妥的大卖家 到我店里来购买彩票 因为是大额购票嘛 所以说他提出用公司转账的形式付款 从他们三个人嘴里了解到 包总是大风又魄力 热情又好客 可这仨人为什么要来派出所 和警察说这些 办法个优秀顾客的紧提给他 当然不是 接下来这事情的走向 就有点不对劲了 他们都说了同一件事 无论是车行的六十多万 还是饭店的十几万 彩票店里的二十万 包总确实都支付了 现场也给他们转了账 但都只有一张截图 从头到尾一分钱没有 一旦对方询问 为什么钱没到账的时候 包总总会开始给对方 科普这银行的工作流程 他说十六点半以后 对方转账无法转出 这听起来怎么跟小刘的 遭遇差多呀 实在是太像是套路 可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些转账截图 可都是真的 为什么没收拾钱 警方经过调查之后 终于知道了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企业手机银行转账 和个人手机银行转账不同 它一般需要两步 第一步是发起转账申请 申请的金额填多少都可以 而且无论账户里头有没有钱 都可以发起申请 所以每次包总呢 就把第一步的那个发起页面 当作转账页面给受害人看了 但仔细看呢 这个也并不是看不出端倪 这个页面上写着审批中 这三个字 这就是要进行第二步了 需要由企业的相关人员 进行复合批准 转账才能够真正生效 不过呢 包总每次在这个环节呢 就会拒绝复合 或者干脆撤销转账 所以这些受害人才收不着钱 实际上就是一个假的操作 居然是个假操作 利用大多数人的这个知识王区 滥用了大家的信任 也就是说 这包总说来说去 还是个大骗子 可是他好好的经营了一家公司 为什么要这么明糊张胆的骗人 而且大家不妨换个角度想想 他这一招其实也并不十分高明 稍微有些警惕心 到银行核实一下 多询问一下 说明你就能拆穿他 但是大家为什么都没去怀疑 这不得不提到包总很善于伪装自干 除了形象气质 确实像个大老板的模样 他们这个常用的朋友圈 也能够被他所利用 我们来看看包总的朋友圈 那真是一般人 看了通通都会惭愧的 什么叫比你优秀的人 比你还努力 包总给所有的微信好友 都上了一课 我包总有钱 都是有理由的 你看过凌晨三点的工地吗 包总看过 而且在监督施工进城 还有豪华的鞋子楼 业务繁忙的那些小视频照片 这样一个踏实努力的包总 谁敢怀疑 告诉我他是做工程的 做工地的 他因为朋友 有家朋友圈嘛 有家他微信嘛 他朋友圈一直在发这些 就是咱们在凌晨三点钟 还在干活呀 还在工地上 做这个买电路啊 这个东西 咱们就相信他了 也正是因为对包总的信任 这位黄小姐 居然还自掏腰包 借了包总一万块钱 说昨天晚上 上海那边 刮大通确实那两天是台风天 刮大通说他有四个工人 从工地上摔了下来 不同部位收到骨折 然后赔偿呢 是赔偿了225万 今天晚上呢 是要去安抚他的四个工人的家属 去吃饭 一个60万一次就复兴买车的老板 要向并不熟悉的汽车销售借一万块钱 这听着吧 多少有点不靠谱 但是黄小姐还是把钱借给他了 估计也是想抱紧这个包总 这个潜在客户的大腿吧 结果呢 自个儿一分钱业绩没完成也就算了 居然还倒贴了一万块 那么还是回到那个问题 包总到底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手段 四处欺诈呢 好好的开个公司不好吗 警方对包总的公司展开了调查 得到的是这样的答案 好吧 空有老板的头衔 其实身无分文 公司也是啥都没有的空壳公司 不但空壳 还是一个没固定办公场所的流浪公司 他在这个创业园里面 他是待不下去 他就把这个公司从里面搬离出来了 要再得人太多人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公司早就没业务了 那每天包总在微信po圈里头忙啥呢 他po圈里头那些视频图片 什么深夜在工地监工的视频 到底是从哪来的呀 相信这事大家也猜着了 还能从哪来的 克隆其他人的朋友圈呗 他把自己化成成一个大老板 虽然没有实际的资产 也没有实际经营的东西在 而且更夸张的 您知道吗 警方在调查的过程当中 居然还发现包总这人 竟然也不简单 他对外人一直隐藏了个大秘密 我们发现包摩在2017年的时候 是因为犯诈犯罪 被判处于就是一年两个月 现在还在缓刑的考验期 好嘛 原来是个惯犯 而且缓刑期间再次作案 这是死不归改呀 这次包总再次触犯法律 因涉嫌诈骗资金达到60多万 目前已经被移送检察院了 案件正在审理当中 希望经过这次的教训 他能深刻的反省自个儿 真的不要再通过外面邪道 来投机取巧了 什么神秘截图的小聪明 到头来给人印象深刻的 不过就是他再次穿上囚服的样子 这个案件一开始呢 可能听到快递员小刘的故事 会觉得小刘这人粗心大意 懵懵懵懵懵 所以这才导致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但是听到黄小姐李经理陈先生 这一众受害者的遭遇 也许这个案件已经不仅仅是个人行为了 而应该更具有更加普遍的警示意义 包总的手段其实并不复杂 甚至很容易被揭穿 可是他用朋友圈为自个儿披上了华丽的外衣 又用人们手机支付的习惯 钻了信任的空子 最终诈骗成功 每个环节其实都包含着 对大众心里十分精准的分析 不可否认 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变得越来越高了 但其实极少数的人性弱点 依旧没有完全消除 陷阱依然存在 大家还是需要凡事留个心眼 小心谨慎 不要给不法分子可乘至极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聊聊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了 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如果您还想收获到更多精彩内容 那就请到各应用市场去下载首期交易台客观 好 各位观众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